工程員爬上梯子拿出鉗子 要剪斷掉落遮宜棚上的冷氣 一旁的攤販才剛說好危險 下一秒 麵他阿嬤嚇得趕緊逃跑 因為這一台掉落遮宜棚上的冷氣 鐵架已經休息嚴重 而抬頭往上看 外頭還有好幾部冷氣 給他講過 他怎麼講 他沒有講 他笑嘻嘻 他說不會掉下來 不會講西洋 不只冷氣 搖搖欲墜相當危險 二樓頂樓還有一個大排煙管 早就廢棄不用 頂部在颱風天曾發生斷裂 鐵板直接砸到一樓 從這個映東一樓要叫人聽 你這麼久的人不可能給你聽 他這個以前做那種做地牌 那不差不多二三十年了 風太的時候 麵嚇倒了 剛好人剛過了剛才沒嚇到 這個真的很危險 我也一直告訴他 叫他 前面那邊一定要撤起來 你看那邊也有 你要看 冷氣架已經生鏽了 所以整個掉下來 那屋主這邊前兩天有透過里長來協調 那屋主到現在還沒有處理 所以很感謝這個都發處他們今天中午的時候來看到現場之後 馬上請工人來把這個冷氣先把它拆除 因為這個確實隨時都可能往下再掉下來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而且現在我們所在的這一條巷子 是廟口 非常熱鬧的一條巷道 然後人車都隨時會進出 因此感謝這個都發處的一個協助 那屋頂的這一個煙囪的部分 目前屋主是用繩子把它綁起來 但他也沒有意思說要立刻把它拆掉 另外一名鄰居也指控 房屋頂樓的樹經過多年 樹根已經往下串串水泥外牆 建築物的安全有疑慮 因為他那邊的外牆已經裂開了 那隨時有可能 如果颱風來還是怎麼樣 他那個牆壁會倒下來 倒下來就直接掉在我的屋頂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 我房屋我受損 他說不會死人 對於鄰居的指控 屋主澄清這些冷氣 都是早年房客裝的 退出之後並沒有帶走 經過日在雨林才會老舊 並非故意不處理 對啦 竹王哥他裝的 一個人裝一個 怎麼辦法 連久他們都搬走了 他們都不殺了不管 那叫他們處理他們 有些不處理 根本人都要跑到哪裡去 屋主他是主張說 這個冷氣是房客裝的 不是他裝的 但是過去這個房子租給房客使用 租金都是房東在收 那雖然房客搬家 他也沒有把這個冷氣拆走 那屋主在終止契約的時候 應該要要求房客把他拆除 那你沒有要求房客把冷氣拆除 那你租金是你在收益 那麼相關的安全維護工作 還是一樣要落在所有全人身上 因為畢竟公共的安全 大家都非常的重視 冷氣的煙囪有一點要掉落的情形 但可能會有危險說 我們還是會請他屋主去做改善 冷氣呢 冷氣有危險的部分 我們已經先行離職了 建築法當然就是客語 所有覺得要有 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的部分 所以這個有影響的部分 依照建築法就是可以罰6萬到30萬 到場會刊的市安府都發出人員 要求屋主在限期內 要改善頂樓煙囪 否則將依照建築法規 開出6到30萬元的罰單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這裡 要下來 阿保利